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我想要自学速读 我应该要怎么样下手呢? 今天会分为讲解跟始作一起分享给你 首先,学习速读前 你应该要有三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就是打破你的成见 打破成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多人在学一个东西之前 有好多自己的想法 这边要请你先归零 你把自己归零之后 你才可以学习新的东西进来 不然你一开始就把它挡在门外 你一直唬疑,一直怀疑 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 突破你自己心里的那一道关卡 第二个,阅读目的 指的就是我们一般读书的时候 就很讲究阅读目的 如果我们没有目的啊 你学速读更难有成效 这个情况也是很多人学速读 学不好的原因 他就拿来书就速读了 他不知道他在读什么 他也没有读书的明确的目的 再来是第三个 眼停与眼动的关系 当我们眼睛在扫描文字的时候 是在阅读 当我们停顿的时候是在记忆 也就是在理解 学习了相关观念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一目一行的三个原则 所谓的一目一行呢 指的就是我们一次 只看一行的概念 要进行一目一行之前呢 你要先准备一张这个T字卡 用两张子卡 把它粘在一起就可以了 做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在你的文字上面 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 我们的头啊 不能太低 我们要抬高一点 能够将这一整行呢 能够到你的眼睛里面 的高度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读 一次读一行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速度啊 不要太快 我们力求一个平衡 以一个均速的一个状态呢 去阅读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 好的速度的效果 我现在用的这个速度呢 就是我们一般速度的时候 所普遍用的一个 前进的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 一目一行的三个原则 的第一个原则 不回头看 所谓的不回头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 只有往前面走 没有倒退的一个概念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因为T字卡的关系 它会将我们读的书呢 稳稳的呢 盖住你已经读过的内容 这就可以有效的防止 我们回头去看的一个状况 就变成只有往前 一直往前走 不会有往后走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回头看的概念 第二个原则呢 叫做不足自读 我们一般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所以为我们的眼睛 这样扫过去 读到这边结束之后呢 就要再从这个地方 再继续往前 再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看 然后一直读 由于我们在成长的历程当中 其实很少学习到 到底一本书是怎么阅读 常常的情况是 你是先读了这一个字 然后呢 再读下一个字 有的时候不小心多读两个字 有的时候是你不小心 恍神就多读了几个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会做什么 你会突然间不知道读到哪里 所以这时候又会再跳回去 读这个字 然后呢 你又读了几个字 又忘了看到哪里 又回来看一个字 这种来来回回的过程 就是你读书效率不张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也是你因为你逐字阅读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还讲到了一个 你常听到的概念 叫做不要默读 什么是不要默读呢 不要默读的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逐字阅读的 一个情况下 我每一个字都要念一次 所以它每一个字 都是一个停顿点 为什么做不到 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很难提升我们的阅读速度 也很难提升我们的阅读效率 那归咎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学这个注音符号 习惯了以一个拼音的方式 去学习一个字的读音 然后再加上我们在养成的过程中 可能有朗读课文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在学习阅读的过程呢 就常常是用一个一个字 读的一个概念 在阅读书籍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的书籍 它其实并不需要你逐字的去阅读 去咀嚼它 有的时候你是可以用 抓重点的方式 略过不重要的 只看重要的方式呢 去读这本书的 接下来看第三个原则 叫做即时回想 它的即时回想很重要 为什么呢 当我们最前面讲到阅读目的 在看一本书的时候 你要先看看封面 它讲的什么关键字 了解了关键字之后呢 我们看看它的书背 它的主题 它的副标 它的作者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背面 我们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讯息 包括呢 你要看看书底 书的前面的作者的介绍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再来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它的目录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知道 这本书大概在讲些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速读的时候 一定要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时间 可以看看序 看看情言 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直接来到 这个书的正式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你的速读了 当我们读读读读 一直读的过程当中呢 读完了一张 就算它篇幅是很短的一张 你仍然可以马上停下来 回到目录页 闭着眼睛想一想 你刚刚读了什么 这是你最容易及时呢 去确定 你速读的学习成果的方法 而不是指一昧追求你的阅读速度 即使回向 你们读完每一张 就马上书把它合上 马上读 就是这个道理 刚刚跟你分享了 我们自学速读的三个观念 跟三个原则 其实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了解 你的理解 跟你的速度 如何去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平衡点 如果你有问题 想要进一步的提问 或者你想要找 也有进一步的学习 那就请你看这一期的影片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